对不起 对不起 管家 大哥 看第一次 有人说了 挖了这女人衣服 打上二十万 你们放了我吧 你看第二个 有人出一百万 要摆他为奴呢 我的小美人 不要伤害我 我家人可以给你们赎金 冲 你家若有那么多赎金 你已经不会来这 有些玩具在这里 可以我们当摇权术 什么人 来我们基地闹事 有你们 给我上 你试试看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你们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知道我们老大是谁吗 他可是荣城的地下王黑鹰 他正在来的路上 他 起来他就是摩擬灵域 胆敢冒犯尊上 你们只有死 尊上 属下来迟 让您心自动 望尊上数遵 我就是荣城地下王黑鹰 大哥 就是他 杀我们兄弟 杀我们基地 找死 黑鹰 你之前违反圣龙殿电规 我将你逐出圣龙殿 你就是这么在外面 为非做逮的吗 尊上饶命 魔机饶命 小的再也不敢了 多行不义 必自毙 你们今天如此 别怪不得去 当年若不是尊上仁慈 你岂能活到现在 尊上你再给小的一次机会 小的再也不敢了 尊上饶过我们 晚了 我今日就替天行动 圣龙殿护法 魔机灵月 参拜尊上 十万圣龙殿宗师 随时待命 圣龙殿苍龙战神 参拜尊上 新东大陆所有财团 随时领命 圣龙殿 明年战神 参拜尊上 龙国殿下百万死士 清明后令 苍龙 天圣集团为我 不认注资三百亿的事情 准备怎么样了 非常放心 一切准备就讯 只能后天注资宴上 不认签字 都起来吧 是 以后没有我的召唤 不准随意出现 是 赵少 还是你聪明 把沈天这个废物 给骗到了基地里 那个基地 没有人弄 我这回来 算算时间 是沈天刚嘎了凹子 现在呀 还亲眼着呢 妖少 您可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不仅帮我许家 找天圣集团 注资三百亿 还处理了那个废物 不用客气 你以后就是我未来的账名 这些都是反内的事 我的好女婿 等后前注资大典一结束 我马上就要珊珊 跟你白昏 放心岳母 我赵家乃荣成老派四大家族之一 我一定会让你们许家 成为新的四大家族之一 你这声岳母叫错了吗 是 你不是 赵妃我警告你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以后收起你的小九九 否则我就不客气 你一个废物准序 居然敢这样跟赵少说话 你这是胆子越来越大了 妈 我吃了雄心豹子打了吧 用你这个废物来威胁 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你赶紧给赵少道歉 仅仅道歉可不够了 不要她跪下 给我磕头 叫爸爸 你确定 你是聪了还是哑了 你得罪了赵少 你就要跪下来 给她磕头 道歉 我才是你女婿 闭嘴 你没资格叫我妈 鬼知道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用的什么手段 拆着我家珊珊 收留了你三年 因为我跟珊珊是真心相爱的 你这个废物 赌得什么叫爱 有什么资格去爱 我家珊珊是贴着了明珠 你就是地上的癞蛤蟆 妈 我尊重你是长辈 别太过分 对你这种癞蛤蟆 我就得扫地出门 这个世界上 配得上我们家珊珊的 只有赵少 你这只癞蛤蟆 给赵少提鞋的资格都不够 你要是愿意跪下来 喊我爸爸 来 白儿子 给我把鞋 铁干净 你这个废物 居然跟他赵少 你这个废物 看我把你碾成肉泥 你这个废物 有两下子 你这个废物 你个赖蛤蟆 你要就连我一块打 打死我算了 妈 我 珊珊 你总算是回来了 这个废物 他不是人哪 偷打赵少不说 我拦着他 来打我 珊珊 不是妈说的那样 这个暴力狂 把我打骨折了 现在手都抬不起来 这个废物 把赵少打骨折了 这三百亿投资 就要爆汤了 这怎么办的 那三百亿投资 就跟他没有关系 三百亿投资 是赵少动用了家族的关系 忙前忙后 忙了几个月才定下来的 跟他没关系 那跟你有关系 那本来就是我 终于给珊珊的 你看看 他这个废物 血喷大口 红口斑牙的胡说 不就是仗着你对他的纵容吗 就是 天底下来 你这么不要脸的人 明明是我让我输 天圣集团董事长 投的资 怎么就成你的功了 赵飞 你确定你是要撒谎到底是吗 沈天够了 这些我都忍了 可再怎么说 这也是咱妈 你这样超过了我的底线 珊珊 如果不是你回来的金石 我都要被这个废物打死了 你看头想受 不思进取 好高无缘 整天游手好闲 我养你 我认我能忍 可你连我妈都打 我已经忍不了了沈天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吗 珊珊 赶紧跟这个废物离婚 我们许家马上就会成为荣城四大家族了 到时候拖着这个废物 会被人笑死的 本来对于这个决定 我还一直在犹豫 我们之间该何去何从 没有一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的丈夫 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物 可你今天这个行为 让我不再犹豫 你们必须离婚 离 赶紧离 珊珊 你说什么 离婚 爱云仓狗 你我已是云泥之别 一个天一个地 强在一起不会幸福 我决定了 我们离婚 从此一别两宽 珊珊 我们之间肯定有误会 这些年 我给你许家做了多少事情 我庇护许家 我都没有让你知道 我是怕你有压力 其实我是 够了 你这只癞蛤蟆 像像狗屁高药一样 赖着我许家不走了吗 还庇护许家 凭你也配 这是离婚协议书 不管你今天想不想离 用什么方式拖着不离 都没用 我们必须离婚今天 今天 我要修夫 原来离婚协议书 你早就准备好了 是 我认你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 要跟我离婚 这三年来 你做的每一个决定 我哪点不尊重你 你在公司忙事也可以 你家里的事情 我让你超过心吗 现在你跟我说 你要跟我离婚 哪怕是你公司 最困难的时候 是我在外面 挣钱养家 这些事情 你就一点不顾念了 你所谓的尊重 你的每个决定 不过是因为 你没主见 没格局 还没其名曰尊重 你知道我看到你 不上心 有多心烦吗 但凡你有赵少的 十分之一的能力和威望 我都不至于 像今天这么失望 许珊珊 原来我在你眼里 是这种人 不然呢 这三年来 你有做过一件 让我刮目相看的事情吗 现在 我需要的是 跟我一起齐头并进 可以帮助我事业的人 不是你这个 只会做一日三餐的 软饭单 我再给你 最后一次机会 你们都别后悔 最后一次机会 还后悔 你这个废物 要孝子老娘吗 你这个废物 该不会说 不会写字吧 赶紧签 好 我签 这次我签了 你可别后悔 笑死人了 我们后悔 没有让珊珊 早一点跟你离婚 早点赶紧出门 这里有一百万 算是给你的补偿 够你以后生还 从此不要再出现 在我的眼前 我不需要 这次大宗里冲暴 怎么去 宁月 来许家接我 去云兰天宫 稳告大小姐 家主的救命恩人 沈先生 就在这里 尊上 您隐姓埋名 入赘沈家三年 祝沈家 从一个 寂静无名的 墨牛家族 一月成为 上牛家族 可他们却 把你扫地出门 我夫人曾对我有恩 我做得还远远不够 可这也太跌屈了 这是我的私事 无需在意 说吧 这次来找我什么事 国主刚得到密报 兔月国最近又不安分了 他们派来奸细 潜入我龙国 已抵达龙城 国主让我问您 该如何处理 回禀国主 胆敢犯我龙国者 我必杀子 是 那后天的铸姿宴 还如期举办吗 如常进行 毕竟我和他夫妻一场 让他在这最后 知道一下我的真实身份 想想也好 是 安人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是叶芳妃 你还记得我吗 叶芳妃 沈先生还真是贵人多妄事啊 三年前 你在星城 救了我父亲叶大全一名 齐取小事 不足挂齿 滴水智恩当有权相报 我叶家世代昌荣 在星城 可是第一望族 这点礼书还是懂得 那你想怎么报啊 以身相许 这么唐突 叶小姐你是说笑了 你觉得我是突然出现 但你不知道的是 我已经找了你 整整三年 可我已经结婚了 你已经离婚了 你调查我 这不是调查 这只是关心你 为了知底知笔 昨天我已经把天生财团给收购了 不可理喻 你前妻能给你的 我能无数倍的嫁给你 放肆 看来我这软犯男的名号是坐实了 你是沈 你为什么能和沈天待在一起 叶芳妃 你不要以为你有点钱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沈先生 也是你可以随意调戏的吗 我叶芳妃就是为所欲为 横行无尽 以后沈天身边的女人也只能是我 像你这样的 胭脂贼粉 靠边权 你 我叶家在星城的财富 敢说第二 没人敢成第一 以后你要天上的星星 我不会跟你略调 你要上天来月 我给你葬火箭 你要下海桌边 我送你潜水艇 做我叶芳妃的男人吧 我就这么想吃软饭的男人吗 随你怎么想 只要你愿意做我叶芳妃的男人 我的 就是你的 沈天 你昨天刚跟我离婚 今天就在这里跟别的女人私会 三个妞儿呢 沈天 你不仅是个软饭男 还给珊珊带了一堆绿帽子 放肆 胡说什么呢 云南天宫是什么地方 龙城的最顶级的会所 能来这的人非复几位 你这个废物有什么资格来这 你再胡说 我让你马上消失 美女 别生气啊 我也是好心提醒 这个废物肯定是你们带进来 千万别给他骗了 一句都不问就上来就扣帽子 赵飞 许珊珊 还真是你们一贯作风 你有什么可解释的啊 当我们是瞎吗 倒打一耙 说我污蔑你啊 珊珊 这几个女的对她言听计策 看来 空着的不迟两三天了吧 你敢打我 打的就是你这种满口 不言乐语的小人 打得好 就是下手太轻了 沈天 原来我以为你是懒惰 不思进去 没想到你骨子里 居然是这么下流的人 肯玩弄别的女人的感情 徐珊珊 我是怎么样的人 不是让你定义的 从今天起 咱们一刀两刀 你这个废物 还有什么可解释呢 要不是我们亲眼所见 还不知道要被你骗多久 沈天 没想到你骨子里 居然是这样的人 永远要依靠女人 一想到我跟你拿过结婚 这我就觉得恶心 要不是我许家三年前破产 处在人生的低谷期 才会让你有可乘之机 直到现在 你都还这么想我是吗 徐珊珊 我早就跟你说了 让你看人 不要只看表面被人蒙蔽 你这样子 往后是要吃大亏的 看来沈天 对这个情绪还挺有感情 不说我将计就计 给他们之间再添把火 让他们这里断了关系 沈天 我一定要好好看人 我一定要好好听话 好不好 看 事实就摆在眼前 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你别听他胡说 我就跟他见过两面 说过的话都不成我十句 沈天 你怎么这样说我 三年前 你看人家的眼睛里 都带着小星星呢 你忘了吗 什么 还三年 没想到你这个废物 不仅吃珊珊的软饭 还给珊珊带了三年的绿帽子呢 沈天 我做错了什么 你要这么对我许珊珊 你把我许珊珊倒傻子吗 你别听他胡说 这三年来 我就跟他见过两面 说的话都不超过十句 沈天 你这么说 人家会伤心的 沈天 你混蛋 信不信有你 我说的是事实 这三年以来 只有你们许家欠我的 我不欠你们丝毫 沈天 你还不承认 你的小三都已经承认了 你还在这里骗我 你宁愿听下外人说三道四 都不愿意听我笨句话吗 信你 你也配 要不是这三年来 我只忙着誓言 还会让你有机会 给我找这么多小三小四 你这个女人 竟然离我们一起吗 别说是小三小四 就算是小五小六 我们也愿意 谁让沈天这么优秀呢 你无耻 我看你出身高贵 打扮不凡 没想到 却是这么无耻的人 我开心 我乐意 你管得着吗 这废物送给你了 我祝你们天长地久 永远别分开 别去祸害了别人 沈天 从此我跟你一刀两断 明天我就要接受 天圣集团的三百亿注资 马上就要成为 荣城新四大家族的 被选之一 我对你只有一个警告 就是别说你认识我 沈天 你个混蛋 用山山的钱 到处乱跑 出去啊 可别让我再遇见 再让我看见 我教你怎么做人 赵飞 滚走 走 叶芳飞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不喜欢别人过多干涉我私人生活 并且替我做出决定 如果你还想跟我好好相处 你就掌握好分寸 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你 好了 别生气了 我这么做只是不希望 即将跟我结婚的男人 跟前妻还有过多的纠缠 这么好 当机立断 跟过去彻底告别 你就这么想跟我结婚 那是自然 你是我一见倾心的男人 我说了 我要以身相许 你容我再考虑一下 好 我就给你一天晚上的时间考虑 明天就是天上财团 对你前妻的注资宴 我们叶家跟财团 也有长期的合作 明天我决定 在宴会上公布我们的关系 这是注资宴的邀请函 希望你明天可以来参加 我向你保证 你一定有另外的惊喜 走 真气派 注资宴在地豪酒店举办 天圣集团可真是豪气呀 能在地豪酒店办事宴席 不仅是有钱就能办到 还有通天的权势 我们脱了贤婿的福 要不是你 我们连地豪酒店的门 都没资格进 司长 司长请报 退伍的先席会在 注资宴上引爆炸弹 沈天 你居然跟踪我到这里 你还要不要量 沈天 你可真行 追珊珊追到这地豪酒店来了 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呀 连看一眼都不配 沈天 今天是我注资三百亿的大日子 不要在这捣乱 马上从我眼前消失 徐珊珊 我不是来跟踪你的 我今天来是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办 办事 你在这儿 当条看门狗的资格都没有 你能办什么事 我看你呀 就是找理由接近珊珊 我今天来是来参加宴会的 好 珊珊 对待这种人渣肺 我就得这样 她一定从你那里 听说了注资宴的消息 找人啊 做了这张假的药件 一分钟 马上从我的眼前消失 嗯 珊珊 那是江南商会的张会长 我们过去迎接呢 对 赶紧去迎接张会长 别管这个废物 张会长 张会长 你们来了 一切入场吧 沈天 看来我来得很及时啊 走 我们进去 废物 你怎么带小三混进来 原来你就是那个小三呢 这个废物 给你花的钱 倒是他从我们家偷的 赶紧还我们 沈天 你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 你再不走 我就找人把你赶出去 还有你一个软饭男 一个小三 偷情的搓到这儿来了 赶紧滚 我要是滚了 谁跟你们注资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天圣集团总裁吗 对啊 正是本小姐 你 怎么 我就是天圣财团的新总裁 连我都不认识啊 你要是天圣财团的总裁 那我 就是圣龙殿的店主 你知道你在拿谁开玩笑吗 废物 你这是什么说话语气 瞧他那个样 不知道的还以为啊 他是圣龙殿店主呢 就他 还圣龙殿店主 圣龙殿 乃我大龙国第一事 为国镇守边荒 店主更是当今国主的左膀右臂 实力在神境 远超宗师 遇到大的国策 国主是肯定会找我们店主大人商量的 他全是滔天 一字万金 岂是你这种 被我许家扫地出门的罪婿可比 连你知道的资格都没有 你倒是对那位店主如数家珍啊 废物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 只知道一天到晚 在家鼓动那些 几个烂逛瓢盘 难道说圣龙殿店主 就不用日进三餐了 沈天 你总说我不懂你 错怪你 可是你我的眼界 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 我说东你说西 我说天你说地 如果我们不密切关注与龙国国运西西相关的圣龙殿店主 难道还来关注你这个只会做琐事的废物吗 所以我说让你用心看人 你连圣龙殿店主是谁都不知道 整天只会骑马着马 抱着金饭碗去要饭 沈天 你居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马珊珊是个要饭的 你简直是太胖旺了 我们家珊珊啊 马上就要获得天圣财传的三百亿的注资 成为荣成新四大家族之列 你这个废物还敢污蔑她是个要饭的 做事情之前想清楚自己能不能承担好后果 至于你许珊珊 识人不明好坏不分 我看你的商业前途也就到今天为止了 沈天 我是不认识圣龙殿店主 但是我马上就要接受天圣集团的三百亿注资 一旦我成为荣成的新四大家族 做出万亿业界 我就有可能见到圣龙殿店主 到时候 我许珊可是一飞冲天 是你这种蝼蚁 连养视都没资格的存在 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你连天圣财团亲总裁都不知道是谁 还妄想得到这三百亿的注资 更可笑的是 还见到店主 那可是连我叶芳妃都不敢想 真是搞笑 你叫叶芳妃是吧 你终于敢爆出你的名字了 你当然不敢想 圣龙殿店主对于你来说 可是高山阳址的存在 而你就是知山西 山区就只能配着废物 而我却是人间针锋 能与我相配的 只有那圣龙殿店主 诶 那我试试 你现在可是我这女 赵飞 你别多心呢 这不是山山和那个废物吵架 话赶话赶到这儿来了吗 圣龙殿店主 神龙尽首不尽尾 她就是活在日月星河里的神 而你 才是我心目中唯一的女性 是能够和珊珊席头并进 携手未来的人 刚才我不是只是打个比喻吗 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 都是赵少带来的 我们许家可是有情有义的 你的功劳 我们不会忘记 不像某些白眼狼 吃着锅里的 霸着盘里的 最后还要反应我们一个字 赵飞 你撒谎说天圣集团 向你注资三百亿的事 你自己一点不脸红吗 你还指望他脸红 毒蛇从来不知道自己有毒 自从我认识赵少以来 我许家的事业 一路顺风顺水 事业版图蒸蒸日上 不是赵少的功劳 难道还是你的 说不出话来了吧 沈天 我再警告你一次 今天是我接受 注资宴的大日子 不要再这里捣乱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这个注资宴 我不同意 它就开不定 我不知道你是谁 是怎么不仅自己进来 还把这个废物给带走来 但我不管你是谁 背靠哪个大人物 仅凭你冒充天圣集团 总裁这一点 你就罪不可恕 叶芳妃啊 这沈天给了你什么好招 让你冒死为他称畅价 我给你说呗 你还不知道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冒充谁不好 冒充天圣集团总裁 你再致迷不握 小心后果无法承受 好言难却该死的鬼 还要作死的 咱别拦着他 行 我今天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在执迷不悟 怎么了 还要打电话叫救兵啊 来 我看看 你能叫来什么人给你演戏 除非 他找来天圣集团的副总裁汪总 他可是我们赵公子的老同学 我们昨天才见过汪总 也说他是哪个汪总 露相了吧 连天圣财团副总裁汪总都不知道 他呀 可是我的老同学 本来昨天赵公子带我们去云兰天宫 见汪总裁 结果被你们打乱了计划 今天汪总裁也要来 我倒是要看看 汪总认不认识你这个假冒的天圣集团总裁 好 那我就先不打这个电话了 省得现在撕开你这个臭子 我当然看看 是谁来当我的副总裁 真家里可的戏法是为你演的炉火纯青 看来你们四大家族也不过如此 是谁 在这里大方决赐 竟然敢妄议我容成的四大家族 张会长 就是这个赘婿和他的小三一起在闹事 一个不把生长剑店店主放在眼里 另一个冒充天圣集团的新总裁 你们这对狗男女 看你们怎么冒充下去 这可是最有名望的容成商会张会长 看你们怎么演的下去 我认得你 你不就是许家的追星吗 现在不是了 他已经被我许家扫地出门 现在我们的成龙快讯是赵总 对于你 我张某在容成商海纵横多 怎么就从来没见过你 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虚然敢冒充天圣极端的总裁 你有什么资格见我 小小的容成在我新城面前算什么东西 你 叶芳飞 你好大的胆啊 竟敢污蔑张会 还污蔑整个容成 你叫叶芳飞 是 我就是叶芳飞 消息挺能通啊 知道这次收购天圣集团的新总裁是叶家 所以故意化名叶家 在这里招牢撞骗吧 难怪我大力扶持容成三年 容成的经济也增速甚微 原来是被你们这样一帮所谓上流的土鸡瓦狗把持着 这样的容成 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续其中 只剩下一个花架子罢了 福气孤玄极其可危 在这样的会长带领下 迟早会扩展 放肆 你们究竟是谁 是谁要求你们来的 在容成 如此盛大的宴会是 胡言乱语 需要谁要请我吗 这宴会就是我办的 我想开就开 不想开就开不了 沈天 我算是明白了 你成心来坏事了是吧 一个你还不够 还带着拼头一起来闹 沈天 你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就因为我跟你离婚 你不去跟你的小三私混 在这个时间地点 跑来搅乱我的住资宴 我刚刚就说过了 我今天来这里与你无关 我是有更重要的事情 你究竟还想怎么样 现在离我的住资宴就剩五分钟了 沈天 我警告 你要是把住资宴搅不慌了 别说我许家不放过 这里的四大家族 每一位都不会放过你 你以后也休想唱了荣成半步 这个人居然敢骂我们荣成的张会长 把他和小三赶出去 这真的是事实 最不要脸追徐和小三 赶你滚开 不要操了我们的眼睛 好 看到了吧 这就是民心 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 如果你自己乖乖地走的话 这件事情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 如果非要叫我叫人把你拖出去 那么这件事情可就不简单了 我再说一遍 我今天来这里跟你们无关 我有更重要的任务要执行 既然你不走 那我也不走 别说是五分钟 就算你们在这等一天 我说开不了 就没办法开 疯了 真是疯了 对于这种胡言乱语 丧心病狂的人 直接纵用五列 这里的保安可都是无者 随便一个拳头就能把他们打得躺进医院 重生残废 我最后再问你们一次 到底滚不滚 那你叫叫保安 看看有没有人拎你啊 来人 马上把这对狗男女给我拖出去 没有我的允许 不允许他们踏入这里半步 正好我已经按白血提前掌控了这里的安保线 人呢 保安 你们都聋了去吗 这可是江南上会的会长 你们是不想干了吧 这里的安保系统 我记得是鼎立集团的方总负责的 方大力 你去哪里去了 马上派人把方大力给我招过来 张会长 我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方大力你不想干了吧 我让你把这两个垃圾给我搓出去 听见没有 张会长 你有所不知啊 要是平时他们俩这么大声喧哗 早被保安给拖出去了 可 可是 可是什么呀 可是今天一大早 我收到了天圣上堂的通知 所有的保安系统都被他们领导了 我们只听执行权的 就算有人拿一把火把这个宴会厅给烧了 也不关我的事啊 你说什么 他们要是刺杀我们 你就眼睁着看着他们杀我们的 理论上是这样的 不过你们可以自卫法机啊 我是看呗 今天的保安就是摆设 门住呗 是是是 随便你们怎么理解 你滚 赵少 你赶紧给天圣集团的汪总打电话 一定是有人串通了天圣集团内部 赵少 你多打个电话啊 小杉杉 你的想象力还真是丰富啊 我说了 这注资业 还不 你这个女人 还在这里胡搅麻缠 好好的注资业 被你们闹得鸡飞狗跳 汪总电话没人接啊 可能是在电机里吧 电机里信号不好 如果你们还这样一意孤行不知悔改的话 今天就是给谁打电话 都没有用 沈天 我明白了 你不仅联合这个叶芳飞 还串通了集团内部 故意让我难堪是不是 我说许珊珊 你能不能反向理解一下 如果这个注资业就是我控制的呢 而且不光是保安 只要你想 哪怕我让天圣集团所有高层 在一分钟之内 出现在你面前也没问题啊 沈天 你这样吹牛有意思吗 但凡你的报复心 有一点用在对事业的追求上 我们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一步 你们都不要叫了 我现在就给容成的地下王黑鹰打电话 那可是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杀人恶魔呀 那就更别打了 你嘴里说的这个黑鹰 沈天已经被我处死了 你能处死黑鹰 真是李普他妈给李普开门 李普到家了 我活了这么多年 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 如果我许家老家族知道你是这么一个吹牛皮的人 估计他也会气的 从关在凤里蹦出来 抄自己几个最棒 就是 他说处死了黑鹰 你知道黑鹰是什么人 有多大能量吗 他要带人来啊 可以打断你的手脚 把你变成废人 沈天我真的很好奇 你今天吹的牛药怎样才能圆回来 黑鹰啊 我是黑鹰老婆 黑鹰在哪 我是那个张会长 我现在有紧急事让他马上过来 黑鹰已经死了 什么 黑鹰死了 今天下午他不仅被处死了 所有基地也摧毁了 你怎么知道黑鹰死了 因为就是我干的 我看这只是个巧合 他平时连杀之机都下不了手 你能会杀人 我算明白了 怪不得你从黑鹰基地活着 原来你小子越想好 正好碰上黑鹰基地火箭 你就从头溜了回来 是不是 你去那里干嘛 我去那干嘛 这就得问问你旁边亲爱的妈妈 还有旁边这位赵少 他们是怎么给我下了迷药 又是怎么把我给拐送到 器官贩卖组织的 小小 你别起了诉 谁知道才去办 说不定 他就是在阳准这里的 办会多过程点的东西 就是 你看见他的嘴脸 不仅是个出软犯 还偷你钱养小三 现在还是个犯人 现在就报警 我相信执法局还有你的人 逆子 爸 您怎么来了 您不是在县城考察吗 你可 你一直 我小时不及时赶来 找起来几叶卷 你回一旦了 江南商会张启祥 拜见圣龙殿魔机 灵大人 这圣龙殿的 魔机灵大人 都来到朱姿燕现场 居然是圣龙殿 魔机灵大人 那神天岂不是 圣龙殿店主 叶家叶芳飞 拜见圣龙殿魔机灵大人 你是魔机灵大人 爸 你居然也是灵大人 小的赵飞 参见灵大人 见到灵大人 无比如药 激动不已 情不自天啊 你刚刚在狂吠什么 灵大人 灵大人 这有两个骗子 这个 这个冒充 他跪下 逆死 刚才四个人外 丁大人我们都听到了 大意不道口出 无言汇语 爸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在座每一杯都可以做账 是 我们家这个罪序 今天实在是太方天了 我们正在找人收拾他 是吗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今天究竟要收拾谁 这就是你生养的好儿子吗 灵大人息怒 都是我叫死无妨 才让他冲撞了沈先生 请你放过我们家犬子吧 爸 我没错 你怎么了 你起来呀 跪下 你个杂碎 想要活命 你赶紧向沈先生架跪 磕头道歉 不须向我道歉 向叶芳妃小姐道歉 你愣着干什么 赶紧向叶小姐道歉 看来叶小姐是真的 虽然连摩金龙大人都为了出面 再有命 可不过国主 不是无垫店主 谁能舍得起雷大人呢 对不起 你错了 你错哪了 我错 我看你这样子 并不觉得自己错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说错在哪了 沈爷爷 叶董才 我错了 我错 我错在我是个有眼无处 不知天鹅地鹅的东西 我出言不逊 满嘴 满嘴胡话 我以后 我以后一定夹着尾巴做人 我见到沈爷爷 沈爷爷 沈爷奶奶 我给你们下跪 林大人 您大人有大量 你原谅原谅我 好吗 狗东西 下次再这么没眼力见 当起你的脑袋 谢谢林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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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先生 我来晚了 请您恕罪 事情办妥了 请您放心 他一切计划 都已经被我粉碎 我现在要赶紧 进行下一步计划 退下 是 看来所谓的 融创商界 也不过如此 今天让我大开眼界 你大人是祖皇 我宣布 自会到此结束 凭什么他能宣布 中间到此结束 你不是那天正吉他 的汪祖师老同学吗 就是你间的无理经 不知道我的儿子 那次来林大人 牵连了我们赵家 赵家主 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啊 沈天在我们家 他做了三年的准讯 他不经济量 我不知道吗 他怎么会是 林大人 林大人 一定是收到 他的蒙 可沈天不管用 什么手段 让林大人蒙 并给他臣服 可林大人毕竟在龙国 那是首眼通天的人物 以后再见到沈天 恐怕 真得撑他一身 沈云的烟 看来你们之间 还算是有识相的人 什么意思 这三年来 我兢兢业业 克敬直升 都是为了今天 现在如你们所为 死出思厌 就死过命 沈天 现在你满意了吗 不论许珊珊 再怎么误解我 可她对事业的 付出和执着 是有无功的 许珊珊 这件事情 跟沈天没有关系 你有什么意见 就来找我 你们都是以秋之河 出自眼如你们所言 过敏 这些地 这些东西 原来都是为我准备 现在 都留给你们吧 这个你们又要放什么 珊珊 珊珊 这女人在搞什么呢 这装可怜吗 珊珊 你可别吓我妈呀 珊珊晕晕倒了 医生 医生 珊珊 珊珊 谁能受得了这样的刺激 一下上天 一下落地狱的 马上恢复竹子叶 按原计划进行 是 妈 三百一没有了 这三年来 我惊惊严严 多次就只能破产了 我 珊珊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 许珊珊 你放心 珠子会会正常进行 你的三百一 一分也不会胜 珊珊 就算我辜负了 我们也曾经负妻一场 你至于这样一只对我 瞧瞧我的心口捅刀子 救我于死地吗 珊珊 如果珊珊有任何事情 我一定会找你拼命 四大家族之首 黄金天 马上就要到了 珊珊 古思燕 有希望 哪个这国主的黄金国戏 国主的表叔啊 你可把肝子打不着的表叔啊 叶家分分钟就能让他破产 恐臭狂言 你居然敢说分分钟让皇家破产 龙承私大家族 皇家到 皇上 您可算大了 这个队区带着这个疯人 你说让你们皇家分分钟破产 你又是那个出品的许珊珊 你放肆 这有点本事 两手空空就凭一张嘴进入许珊 白吃白喝白拿 哪里没有几个 哪有你这样的本事 黄景天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小姐 知道我本本了 看来你帮着我很好 莫不是偷偷按令我 黄景天 不作非为道 熟逆师 坐监放坑 你在荣城都已经臭名眼睛了 你觉得你有什么值得我关注 住口 你哪里来的野丫头 竟敢对我们家大少爷如此无礼 牙间组 幸福自己 要是发生别人 可能跪下来求助喊罢了 看来你这几分姿势 这样的一条生意 能够做起来 你就不怕你说话 闪了自己的舌头吗 死到一头孩子 宣天 你以为你带人给你撑舅舅呢 让我面见了博 圣龙殿店 就是一只蝼蚁 别让我看一眼了 资格都美 我听你这话 像小明天 我就是你的天 还真是有意思 前门巨虎 后门来了 现在还来一个头挺 我看这荣城商界也没什么意思 都是沆线一气 蛇属一窝 这商界没什么听 你看到这掺狂的两个人了 一唱一额一搭一搭 在他们嘴里 别说是你了 我们整个荣城商店 甚至是国主和圣龙殿店主 都没有存在的医药 我看是他们顾布自封 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太紧 顾到我黄敬间试试 只不过是给国主 送布匹和茶叶的商业贩子吧 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尊敬的诸位来宾 刚刚这道通知 祝资宴再次启动 大家稍作准备 十分钟后正式开始 珊珊 你听到了吗 祝资宴又继续办了 这国家的速度又回来了 我没想到你的速度 这真的是高啊 这射手给我爸打的双方 小事一创 你个贱人 你敢打我 打的就是 你们两个死定了 能打黄少的人 才没出声呢 打过黄少的人全都死了 给我上 也是 把龙飞战将给我叫 进驾之的狗男女去死 对 就是你的节日 龙飞战将可是战刑 与叶大人的青春弟子 当年跟随圣武殿天 中山四方 势场风雨 没想到 他现在居然未经办事 凌千龙始末 对 好 绝无可能 我圣龙殿明夜战神旗下的青春弟子 不可能是你这种龙蝎的枕颜 我的问题 是你这个地下飞无法想象 好吗 我告诉你 我捏死你 真的捏死你 就冲了 不要去 十天 快走吧 不要在我的蛛丝眼上 惹尸收飞 否则 我对你 不客气 这个蛇人 你竟然还拿剑之中 是你 一直在捣乱 我捣乱 我就是你们口中的大人 根本不配拿剑之中 等龙飞战将一出手 你们继续不如可言 死 他和我的人必须死 上帝要骑我 必先让骑服 我倒要看看 这皇家大兽 是 喂 妈 今天 集团破产了 什么 集团破产了 妈 是你疯了还是疯了 咱们皇家可是荣城第一大家族 身受国主信任 怎么可能说破产就破产 今天你快回来吧 咱们得罪的是新春的夜市集团 他们正全面阻击我们呢 你妈记得一口气 上不来心机梗塞 正在医院抢救呢 我这些日子 根本没跟叶家人打过任何交代 怎么可能走在叶家人呢 难道你就是叶芳飞了 你这种即将破产的穷 不配知道我的身份 王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滚 要不是因为你们 我怎么可能走在叶家人呢 天 这几分忧动你发生了什么 我们俩大线子 虽然没见过真正的叶芳飞 但叶芳飞 也不可能是你 还有你们人人唾弃的赘讯 我将用这件法宝 输了你们这里的狗男女 这种法宝 抓到西域重金收购 我 去死吧 这算是 法宝不止你有 王我皇家 皇上 你别动气 这不还有我吗 等我接受三百亿注资 一定给你报仇 许善善 这个时候了 竟然还执迷不误 我当想看看 你这三百亿注资 如何竞争呢 尊敬的各位来宾 很荣幸地邀请到 新州大陆各界顶流家族 获容出席 天圣财团 对光远集团的 三百亿注资宴 现在 我们首先邀请 被注资方 光远集团总裁 许善善女士 上台 下面 让我们隆重邀请 神秘的 尊贵的 第一次在世人面前 公开亮相的 天圣财团 新任总裁 叶芳飞女士 天哪 这个盖店上的女人 果然上去捣乱了 沈天 赶紧去制止她呀 你这个大剑呢 拿大包店 赶紧给我下来 我当要看了这位狗人 是怎么作死到底的 你这个粗鄙的女人 到现在还在冒出叶所参 我说了 这个注资业 没有我 他开补 至于这个寿资一排呢 没有我 你也寿资不了 宣布仪式开始吧 是 总裁 现在我宣布 天圣财团 对光远集团的 三百亿授资一事 正式开始 总裁 你搞错了吗 他怎么可能是叶总裁 黄敬天 怎么又是你 你都变成穷鬼了 你再鬼哭王好 我就让人把你送出去 等等主持 这黄敬天的疑虑 也是我们大家的疑虑 我现场的各位 都没有见过叶芳飞小姐 那万一要是诊错了 叶氏集团 总裁办公室 手持助理 白雪大 我来证明够不够 白特助 我连我们家大小姐 都证明不了 看来 你们这个寿资仪式 是办不了 不不不 办 必须办 是 是 是 我有眼无阻 叶总裁 是我有眼无阻 是我正眼相 望着你真的大佛 我视而不见 以后我这条老命 就是你的了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爹子怎么这么鬼 本来这眼光可大了 没想到是 就让你真的叶老妃 现在你们知道 什么叫蜀木寸光 锦瓜之剑 莎莎 你现在的台词 是不是想说 你就是小三 骗头 你怎么可能 是夜市集团的总裁呢 你怎么可能 是天圣集团的总裁呢 怎么 现在知道怕了 你这纸高强 咄咄咄逼人的气势 去哪呢 你现在这副模样 我还真是不习惯呢 战斗力也不行 我要怎么办 我错了 什么 你在跟我道歉吗 没听签呢 你再说一遍 我错了 也没关系 正如沈天所说 下重不可语兵 鸡不同鸭甲 我们本就不是 一个阶层的人 更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所以你不认识我 我怎么会怪你呢 谢月总裁 大人不记小人过 夜总裁 您可是当今 女菩萨呀 你是乌珍宝 渴望不可及的东西 叫我点你 这 根本就不知道 你失去的真正正贵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不过我还得感谢你 收购不是因为你 我又怎么可能得到沈天 沈天他善良 一次一次的原谅 不予你计算 扯你把他的真心 原谅当什么 现在知道怕了 要 我 我怎么知道 这是不是恶意的眼泪 叶总裁 我真的错了 你要怎样才能原谅我 向沈天磕头道歉 向他忏悔 他受过的去日 我要你加倍偿还 我不需要 叶方妃 赶紧举行一事 听到没有 抓紧时间啊 许珊珊 是 这天 都是妈不好 都是妈永远不住 妈错了 我求求你 让叶总裁 不要怪这珊珊了 好吧 他要罚 就罚我 是今日何必等成功 许珊珊 如果你想要这三百里的柱子 你这必须像什么一刻的 这钱你要 你等着 我让你叶方会两者 会被掩命 死不全是 许珊珊 不错 求你原谅 磕头啊 沈天 不错 求你原谅我 这是道歉 你是要战 没有人 再来一遍 叶方妃 沈天 你怎么凶了 沈天 不错 珊珊 做人啊 不要太嚣张 人外有神 天外有天 赏你了 还不快谢谢我 谢谢叶总裁 不客气 这也不过是给我家看门狗 再多一点而已 你太过分了 沈天 你等等我 沈天 沈天 叶方妃 我要你们不客气 愤怒是没用的 愤怒要用实力来证明 所以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圣龙殿店主 只要成为店主的女人 我才有可能是着龙国的天 谁总行动无量 我王家支持你 我李家也赞场 这个叶方妃和这个继续 太欺负人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据我所知 圣龙殿店主一直折居在荣城 有谁知道他的地址 辰辰 看到你做我的女人没的 我还不敢 但是 今天你我二人受到了屈辱 我让沈天 十倍 百倍地还回来 圣龙殿店主在哪 我知道 天确痛 沈天 你等等我 你刚刚做的也太过了 我这不是为了给你出气吗 那你别生气了 下不为例 我就知道你不会生了气的 那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圣龙殿店主 现在突越过阶系风险 为了他的安全 是我们的信息越上越好 不是 你就是 我可是有读心术的 那你告诉告诉我 我这要是圣龙殿店主 我怎么会在许家座三年追训呢 殿群安之洪护之至 我可不是他们那帮 寂寂喳喳的燕群 既然你不想告诉我 那我就不问了 有一天你一定不告诉我 为了表达我自己的歉意 我请你去居仙哥吃个饭 不用了 我还有别的事 你自己去 再忙一个吃饭了 走啊 这又 这不是那个被许家扫地出门的废物 谁啊 出口就这么不干净 是 说是你爷爷彪虎吧 别人都叫我虎爷 还虎爷 我看你倒像一只加肥猫 小美人还是个小辣椒啊 我喜欢 废物赶紧滚出去 这女人 我要了 我说现在怎么巨仙哥这么堕落了 什么人都能放弃 你小子口气还挺大 这巨仙哥 老俗客 你这辈子第一次来的 哎呀 这不是沈天吗 我老同学许珊珊的老公 那是他前企 哎呀 瞧我这记性 这个坠绪啊 被扫地出门了 怎么 现在来这里烤饭吃呢 你算什么东西 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敢骂我 胡哥 他骂我 臭女人 赶紧跪下来给他道歉 道歉不够 我要他跪下来求我 还有那个坠绪 他们两个要一起 挺我的鞋底板 怎么 挺干净 塞到你嘴里了 今天不教训教训 你都不知道你姑奶奶我试试 土哥 他打我 他这么一个坠绪的拼他都敢打我 这是在打你的脸 胡哥 臭女人 赶紧跪下来给他道歉 要不然今天 你们俩都得死在这 这里是吃饭的地方 我不想动手 你们如果不吃饭 就赶紧 胡哥 你听见没有 他叫你滚 他叫你滚啊 我腻 男人 让我们打谁啊 竟然堪成我们胡哥 盼我们不把他换成肉酱 废物 现在下个群绕 还来得及 今天我就要把他们打残 回江里面去 让他们知道 要为自己做着的事情 付出代价 那我现在叫人 那我 怎么了 今天 害怕了 现在叫人 缓了 兄弟们 难得打死 你的发光了 朝你们了 上 龙天理 你快过来 有人在大厅当事 哎 去 怎么会这样 我说了这里是吃饭的地方 你们两个如果不想坐下吃饭 就赶紧 闻 哎呦呦呦呦呦 这 你是谁啊 啊 知不知道咱们这里是整个荣城最高级的产品 能来这儿的都是非富其贵 你这个小编三是怎么混进来的 能进来这里的人最少也得有一千万的卡 我看就这坠绪这副样子 本身上下 他自己卖了也拿不出来一百块钱吧 你不是要卡吗 全球钻石至尊黑金卡 在任何一家店消费都可以尚不封铁 睁大你们的狗野 看清楚 可是这样的 整个新多大陆只有五张 你怎么可能有 那就用你的猪脑灯 好好损损 难道 你是国主身边的人 还是向龙天气为至尊 王教爷 你好歹也是这儿的总经理 是一个见过世女的人 怎么连店主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他可是个女的 这卡一得就蛇了 一看就是个假卡 他就是个骗子 你还把他往国主和圣阳殿上考 简直是太侮辱我大龙国的国威了 那你们再看看这张卡呢 沈天安 你怎么又有张之尊卡 赶快叫人 我要好好验验这张卡 验什么验 这也是假的 你已经是第二次撕毁黑金之尊卡 你知道按照圣龙殿的规计 底下的 是 我现在知道你们俩要干什么了 有点三脚猫功夫 就造一堆假卡 就是为了冒充圣龙殿的人 沈天 谁不知道圣龙殿意味着什么 那是我们龙国人内心的神殿 就你这个东西 还想和你的拼头 一起冒充圣龙殿的人 冒充圣龙殿 那 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圣龙殿的力 那两个混混既然对付不了你 那我就让圣龙殿的武道宗师来对付你们 那我还真想看 像这样的骄傻之北能勾到圣龙殿的 不需要 任何一顿都可以把你演成碎末吧 你们两个别闹了啊 还不赶紧给咱们虎爷 我会请了道个歉 你两个人 事儿呢 我怎么过去算 姓王的 你究竟是哪边的 今天对董事儿都不能不过去 他们今天敢冒充圣龙殿的人 那我就要让他们知道要付出的代价 哎 明爷 给您汇报个事 这巨贤阁呀 有人冒充圣龙殿的人 还侮辱你们 哎 好好好 哎 您就在附近啊 小子 没想到 明爷就在对面等鞭子也好 刚才给你打电话的人叫明爷吗 你居然敢叫明爷全名 你是只敢叫他明爷 都不敢叫他明爷 你个杂碎 让你别叫你偏叫 我一定要亲手弄死你 呀 啊 虎哥 虎哥 你没事吧 小子 我记住你了 就像我那一百号兄弟 发出江湖追查令 小子再也没有安生日子过了 小贼猫 我以为你手下有多少人 才一百个 就嚣张成这样 臭女人 我也记住你了 敢一百个兄弟会顶死你 再也逃不出了 掌心 你若是再敢逃出旷野 我让你变成一只死猫 爷来了 看他怎么收拾你 哎呦 这位先生 你可千万得手下留情啊 这护爷要是在我们这儿出了事 我们可真的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他如果是残了或者死了 有我叶芳妃给你兜着 叶家大小姐那可是如雷贯儿 您如果真的是叶芳妃小姐 那您手上有这张非金至尊卡 倒是不习惯 最近的全球五张卡里 有一张就是您叶家 黄计理 哎 五哥 哎呦 是不是被这个废物吓傻了 他要是叶芳妃 我把眼珠子抠出来让你吃了 哎呦呦呦 不要不要 各位呀 你们都是大伙 我 我谁也惹不起呀 我 喂 白雪 这里有个人说 把自己的一对眼珠子给抠出来 我怕他下不了手 你过来帮他抠我去 我倒要看你从哪叫来个白雪 那要是真能把夜市总裁试着白雪 这样 那我也把眼珠子抠出来 你们还真是一对线眼包 居然还有人主动听这种了解 这谁在冒出我圣龙殿的人呢 你 你来了 你得为我做主播 你这是怎么办 就是这个废物 他不忘 冒出咱们圣龙殿的人 他 他还口出狂言 他还打了我们俩 这谁最能在圣龙殿面前 弄起来 你这个废物 盼道明爷吓傻了吧 还不赶紧跪下来求饶 圣天 我都会是不知道明爷是否 明爷在圣龙殿 那走高高在上 仅次于圣龙殿店里的人 这下就算鞋下来了 就不难 你不是哪帮我本来的情况 竟然这里叫嚣 你祝福人得罪真狼 不是明爷 这是我女人 你打错人了 你知道你得罪的是谁吗 我哪错了 我一直向着您说话呀 竟敢冒犯沈先生 沈先生 您管他叫沈先生 他只是一个许家不要的废墟啊 看来今天我要是不换你的子池了 你就不知道你错在哪 不不明爷 孙先生 我来法 让你对这个畜生冒犯了 请你先量 明爷 你平日里在荣城 正在合计里面 怎么拉紧 有混日子吗 这只是一个意外 想 唯利 是 小伙 你错了吗 我也想 我错了 沈先生 我错了 你饶了我 你饶了我吧 竟敢撕落我圣龙殿的 谁今至尊卡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大小姐 是要抠了这两个人的眼珠子吗 刚刚这两个人说 让我抠了他们的眼珠子 现在 买了你 叶小姐 叶小姐 我错了 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 行了 这里太丑了 换个给我吃饭 好 来选 让人把他们拖下去处置吧 是 哎 沈天 刚刚那个名页 是传说中的战神名页了 怎么可能 只是吓唬吓唬他们 哼 你可瞒不住我 一个磨叽灵月 一个战神名页 你肯定是小龙殿的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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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吃不吃饭 你要不吃饭 我就先走了 是 喂 哥 我知道了 晚上的家宴 我会去的 怎么了 天底下还有什么事 能让你发怅 沈天 你帮我干嘛好不好 好不好吗 什么事 我去参加家宴 今天家里的人都会在 这不挺好的 我就不够去凑热闹了 好什么呀 他们这么大张旗鼓地 宣布家宴 我就无非那件事 商量把我嫁给谁 你这脾气这么暴 确实得好好商量商量 毕竟敢接手的人 我估计也不多 你笑什么呢 我可是你的未婚妻了 咱们什么时候订的婚 我们今天在桌子宴上 站在一起 就是赵高天下的呀 反正我不管 今天我就要把你带回家 我要向佳林宣布 你就是我的未婚夫 让他们死了 把我嫁给别人的信 等会儿 你等什么呀 你不许甩烂 你必须跟我回去 行 那你让我打个电话 好不好 喂 苍龙 帮我准备一些礼物 我一会儿要去 我要去见一下我准岳父 沈天 你不用准备礼物 你就直接跟我回去就行 那怎么能行 我既然都决定要去了 那我就是毛脚女婿登门 总得准备点果理 总不能让你的那些 七大姑八大一挑礼不是 行 我让白雪准备些礼物给你 不用不用 你放心 我准备的礼物 绝对让他们没有二话 叶江什么没见过呀 就用我的礼 走 妈 这个叶芳妃 真的是越来越无法无偏了 今天就因为一点 鸡毛酸皮的小事 她就拿着两千亿 去打荣承皇家的一千八百 还把人家给搞破产 你说这是图什么呀 虽然咱们跟皇家 没有什么生意上的来往 也犯不着得罪人家 我看就是咱们给这个大小姐 权力太大了 所以她才为所欲为 天天 你闭嘴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 二伯 别生气了 这两千亿的损失 我会弥补回来的 皇妃以后 不会这么任性的 居正说的没错 一会我们争取 把皇妃的婚事定下来 相信她会满满长大的 爸 我已经长大了 表姐 今天的家宴 你倒是挺准时的嘛 那你身边这个男人是谁 就是 咱们叶家的家宴 带个外人来 不好吧 她不是外人 她叫沈天 是我的未婚夫 今天 我特意带她来参加家宴 大家好 我叫沈天 是皇妃的未婚夫 什么未婚夫 方妃一直演的是哪一出啊 不想家都不想家 怎么能随随便便 在街上里跟野男人回来呢 妈 她不是野男人 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表姐 你今天花了两千亿 不会就是为了她吧 怎么了 有问题吗 我叶芳妃看上的男人 我花点代价怎么了 叶芳妃 你都二十好几的人了 你以为两千亿是两百块啊 你这么大手大手 就问了一个不相干的男人 二叔 我花点钱需要向你汇报不着 别忘了 我爸 才是叶家的家主 大哥 你看芳妃怎么跟我说话的 芳妃 你这次 做丢倒过 爸爸 你看我把谁带来当你的女婿了 她不是别人 她是三年前救了你性命的恩人 爸 你怎么了 别人不出来了吗 小姐 你要撒广也撒一个笑一点 三年前大伯都变成那样了 叶徐青州大陆所有的民族都束手不错 后来是一个高人突县 才把她给救了 你看她这个样子 还高人 我看像个混子还差不多吧 爸 你不是从小就叫我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 算了 你父亲当时病得那么严重 他认不出来也属实正常 就算看了我两眼 也是迷迷不患 当时我的状态确实不好 再加上 最近来我们叶家 冒充我恩人的人 不计其数 你这个人 我不认 但是我见过他 我记得 我不会认错的 姚琪 就算小魏神经许白 你也可以随便找别的什么借口吧 你说他是个医生 我看他连受益的资格都没有 叶天天你给我闭嘴 我叶芳妃带谁来 还乱不着你插嘴 芳妃啊 婷婷也是为了你好啊 你别生气 我想你这个沈天是谁的 她就是东处墨流家族 许家的那个坠绪啊 对啊 她的老婆 现在跑叶 到过咱们公司 刚生我就感觉 他们公司没有什么发的田 所以就没有合作 我当时远远的看了 沈天当时 正在给她老婆开车 是 许家虽然发展不错 但是跟咱们叶家比起来 还是天让之彼的呀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咱们叶家的大小姐 却和一个有福知福的坠绪 搅在一起 既违反了 就不斗了 而且还丢人 沈天 请你马上出去 我们叶家 不欢迎你 妈 你怎么也跟着胡闹啊 沈天她确实结过婚 但是她现在已经离婚了 看她这副狼狈样 怕不是被许家 给扫地出门了吧 许珊珊一看就是女强人 怎么会跟这个废物 凑合成一对呢 应该是这个废物 当年把许珊珊变到什么了 最后被发现了 然后一脚被她踹出门了 这一转头 又来骗你呀 二婶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这口才怎么这么好啊 叶芳妃 你怎么和你二婶说话呢 你二婶都是为了你好 怕你被男人骗了 那就不劳你们费心了 可叶芳妃 此生非沈天不嫁 你二婶说的没错 你一定是被沈天这个骗子 给骗了 行了行了 芳妃 这不是骗不骗的问题 可你跟这个沈天 能不当祸不对 你虽然不是要嫁给 像圣龙殿店主那样的大人 最起码 也应该是我们龙国寺的 敲俗的那一家呀 对嘛 芳妃啊 你将来是叶家的继承人 我们总不能 看着你拿着叶家的钱 去刀他给别人吧 就是 现在的凤凰连的杀猪盘还少吗 虽然你们的目标 都已经这么明确 还琢磨作样的 在这给我商量什么 我现在也争动的告诉你们 不叶芳妃此生几家一顿 一是沈天 另是圣龙殿店 有本事你们把店主带到我面前来 芳妃呀 你这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吗 圣龙殿店主高高在上 见过他真人的没有子 虽然咱们叶家家大叶大 但是也不可能见到圣龙殿店主的 你居然说把店主请到你面前来 你还不如让二婶子 翻老还童算了 所以对你们来说高高在上 遥不可及的事情 芳妃她已经做到 好你个纯牛皮的 你不会想说这解是圣龙殿店主吧 我正是 大哥 你看 你要是再不光光芳妃 这以后肯定给咱们叶家招来大祸呀 连自己是圣龙殿店主这种鬼话都说得出去 你就不怕圣龙殿的人把你杀了吗 到时候你连累我们叶家 我们公司和圣龙殿旗下的集团公司有很多 如果让他们知道 我们和这样的狂傲之徒来往关系密切 我们公司肯定是要遭殃的 但是永远不知道水殿的实力 她的是永远在赵龙殿店主之上 你很胡说 我没有胡说 出手 你们倒是打起来了 眼睛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太活了 小小姐 小小姐 楠楠 你都看到了 他们和亲火来欺负我 爸爸从小到大都没有打过我一个手指头的 你爸爸是不该打你 可是他们说的都是对的 归因大事不是儿戏 圣龙殿店主我们够不着 荣城首富齐家 陪我们那是绰绰有余的 奶奶你怎么也这样啊 你不是最疼孙女的吗 正因为奶奶疼你 奶奶才更希望你能嫁给荣城首富 我不 就算她是新州的首富 我也不嫁她 别闹了 快去洗个脸收拾一下 一会儿起家少爷就来提亲了 至于这个坠绪 把她给我轰出去 你让我们叶家 占了她的汇气 她走我也走 走 走 提哨到 早期杨之日本人在首多一队 零龙与天河久远天珠一颗 天津学士 璀璨星光 钻石项链一串 荣耀值得新款高级跑车 实量 天王之星别处一套 其中大陆其中早已提坐 晚辈其远 见过叶家各位长辈 皇妃 好久不见 今天是我叶家的钻 你带这些东西来干 皇妃 不得无礼 这手 请不请快 叶皇妃 我是来提亲呀 我们齐家跟你们叶家 早就说好了嘛 对 是你们齐家跟叶家定好的事 那谁定 谁就去嫁 反正我不嫁 那 皇妃 你怎么能当着齐少的面 大放厥词 不知羞耻啊 这是我叶家第一大小姐 应该说的话吗 就是就是 大伯 你也太纵容表姐了 虽然我们叶家是新城守护 更是齐少是 龙国首领啊 是龙国吗 我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 别说齐远她只是一个区区龙国首富 就算她是整个新州的首富 我也不稀罕 你这个逆子 竟然当着齐少的面 如此胡言乱语 皇妃 你一个女孩子家 不就能说出这些话 又是脸面吗 是啊 这样传出去 得笑掉大牙呀 以为我们叶家多没笑掉 皇妃 快给齐少道歉 求得齐少的原谅 向齐远 道歉 做梦 爸 今天你要为了这个人 还要再打我一巴掌是吗 叶胖飞 你要干什么呀 我要干什么 我要跟你们叶家断绝关系 胖飞 谁想嫁谁就嫁 反正我不嫁 神天 我们走 胖飞 不要胡闹 你知道你这样 逼走之后的结果吗 叶胖飞 你为了这个准讯 撒了两千亿 已经让我们叶家损耗元气 现在在得罪齐家 你是想让我们叶家 现在有破产吗 对呀 现在我们叶家 所有的业务 都得仰仗齐家呀 现在得罪了齐少 我们在京城 那是四面楚歌 自决死路 叶胖飞 你要做此 别带上我们 还要有这个废物赘讯 还不快滚 好好好 看来你们叶家 除了叶胖飞之外 都是名师里的人吧 叶胖飞 你听到了吗 如果你现在改变 对我的态度 刚才的话 我可以当做没听到 谁 你敢打我 就你 你配娶我 他疯了吗 疯了疯了 快点 快拉住他呀 看谁敢动他 你 都是因为你 方飞才会陪成这个样子 来人哪 你把这个坠絮 给我扔出去 以后 不准踏见我叶家 大门半步 都闭嘴 不要以为你们 草草地把这个坠絮 处理了 这事就算完了 我齐远什么时候 受过这种屈辱 更没有人敢伤我巴掌 齐少 你先让我处理一下 才处理的这个坠絮 再教训方飞 对对对 你一定处理到 你满意为止 谢谢齐大人 方飞 快跪一下 给秦少道歉 快呀 让我跟这个顽固跪下 方飞 让你跪 你就跪呀 听话呀 晚了 别说让叶方飞下跪 就是让他把衣服脱了 跪在我面前 今天我也要让你们叶家 彻底破产 齐远 那最后 作为这叶方飞 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这个坠絮快闭嘴 齐少才是我们才惹不起的人 怎么还不来人呢 赶紧把这个坠絮 给我脱出去 我看谁敢 叶家正在给我唱装潢 玩我呢是吧 只要十分钟 我马上让你们叶家 彻底破产 不能啊 你可过来 不用惊慌 别给我三分钟 要破产的人 是个奇迹 你闭嘴吧 我们叶家又被你害得 极其可威了 你还讲这大言不惨 你在叶家被人打了 马上让叶家破产 老公 老公你怎么了 我叶家要破产了 我要活不下去了呀 大哥 都不用惊慌 我沈天怡想说话算话 今天我既可以让你们叶家 安然无恙 我也可以 让你叶家一飞冲天 闭嘴 你是个什么东西 叶总 我敬你是方飞的父亲 我请你自重 给我把这个门嘴 跑火车的人打死了 把这个废物打死 我伤他一天万 但是要是再到手里闭一下 就从我的身体上踏过去 这个准讯给你灌了迷惑汤了吗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致密不误 来人 把方飞给我关键地窖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放得出来 大小姐 得罪了 你们都是上网站场的一级雇佣兵啊 区区几个雇佣兵而已 我出手都觉得多余 放肆 放肆 我叶家百年老宅 这么多年从没有人来闹事 我叶家今天要是灭不咬你 我们都对不起列祖列宗 奶奶 明明是他们在闹事 神兵只不过在自保而已 神天 叶芳飞 你们这对狗男女 今天我必须要让你们死在这 我马上就联系圣龙殿 圣龙殿 什么 圣龙殿的人要来这里 让我们叶家岂不是要死无葬身之地 不行 我们快逃命吧 都不用惊慌 我估计这日连圣龙殿朝哪开都 我看是你不知道圣龙殿的门朝哪开吧 你会让圣龙殿的人收拾 算了 我就不幸能打过圣龙殿所有人 你个赘婿 我刚刚已经给圣龙殿的苍龙大将打过电话 他们马上就来 今天你要是赶走 你就是我孙子 你 爸 齐家主 这就是你那个在叶家大耍威风的杂子 齐家主 你是不是误会了 齐少在我们叶家并没有跃剧 是啊 齐家主 我们正和齐少商量 他和我们家方飞的婚事啊 你不应该打我呀 你应该打那个坠婿呀 你闭嘴 我刚才已经去证王殿打过电话 他们马上就到 到时候我要让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死一百次 那我就让你看 不要 求求您让我而一条性命 我这齐家三代半船 只剩下这一条根了 叶老主公 你快点 求您让参加大人听手 留我而一条性命 我老齐家以后 不实在跟你们叶家围堵 可不能让齐家人死在这里 战神能否饶其烧一命 我们叶家的百年基业 从未发生过血光之事 今天他必须死 多了 报告 你们齐家的狗狗 现在只是 有种下的 死 是 谢谢苍龙大人 你们听着 如果以后 实在跟叶家 为非做的 下着就跟齐家一模 您就是 圣龙殿传说中的 苍龙战神 而且据说 是掌握着 新州大陆所有的财产 你们知道的太多了 不该问别问 十天 苍龙战神 是你叫来的吗 苍姐 你可真会往这个坠血脸上贴心啊 苍龙战神明明是听了奶奶的话 才饶了齐少爷的 对呀 妈 您是怎么认识 苍龙战神这个寇山的 还是咱妈身房不漏啊 这可太好了 只要我们能够得到 圣龙殿的庇护 以后我们叶家绝对继续可以稳坐 兴成敬意 对呀 我也不清楚 我什么时候和苍龙战神有过交集 我怎么可能攀附上他呀 难道真的是他 圣天 你还不快 难道你眼睛瞎了 没看到我们背后站的是射红剑 你更配不上芳妃了 对呀 希望芳妃要嫁给像苍龙这样的大人物 才清楚 你们又怎么说什么呀 你们又在胡说什么呀 奶奶到底认不认识尚龙殿店主 她自己心里有数 这一切都是沈天的功劳 好好好 居然为了这个坠续 把奶奶的功劳全都安在她的身上 你这是大逆不当 哎 阿淑 我觉着 刚才妈说的对 方飞起码得嫁给像苍龙战神这样的大人 才是双群嘛 你说对不对 奶奶 现在就给妹妹安排了吧 你以为我不想啊 我要认识早就安排了 可 什么 白虎堂又把我们的圆铺石给扣押了 这不也欺人太善了 这白虎堂都已经连续扣了咱们好几匹圆石矿 要是没有这些圆铺石 咱们的产业线 那都得拼空了 奶奶 刚才苍龙战神不是说 李固城要有他在 这就没有人可以再欺负我们一点 对对对 你快给他打个电话 让他去解决那个白虎堂 放肆 苍龙大人每天日理万机 方才刚刚为了我们的石过来的一趟 我们现在还要为这点小事去麻烦人家吧 对 麻烦得也没错 总不能一有事 就去麻烦苍龙大人 对于苍龙将军来说是小事 对于我们叶家 这是叶景之才 是 这白虎堂可是京城地下之王 咱们要不是被他们白虎堂层层扒皮 咱们叶家早就已经冲出星城了 对啊 奶奶 就再求苍龙战胜一次 就一次 我怎么养了你们这些个没脸没皮的子孙 白虎堂固然可怕 但还没有可怕到让老师去求苍龙大人的地步 这次的危机 我们叶家自己解决 可 什么解决呀 咱们是小胖胖 拎拖大腿 谁能解决叶家这次的危机 我就把叶芳妃嫁给她 是啊 这是个好办法 咱们既能挑出条件好的女婿 又能解决我们家的危机 那要是同时好几个人解决了这个问题怎么办 我们芳妃当初究竟要嫁给谁呀 哎 就是要这样的笑 重赏之下必有有出啊 芳妃是星城第一的 只要把这个消息放了 莫愁咱们家的危机不能解决 那要是白虎堂的人要娶你妹妹怎么办 那也不错 这白虎堂 他们的声音虽说是偏离 可是这白虎堂 那也是地下证我 你们可真无耻 你们都别瞎出主意了 只要我亲自前去白虎堂一趟 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起 天哪 这又到了你一个追续冲险呗了 你怎么不上天呢 你知道白虎堂是什么地方 那可是乡城总督听了腿的要发短的地方 一个追续 能有什么办法呀 如果沈天这次 可以解决我们家的危机 你们是否可以认可永天 同意我们的婚事 方飞啊 你还在法梦呢 就这个家伙 还没得磨到白虎堂的门 就被白虎堂的人啊 干得渣都无伤了 他去了也是白送一条人命 还不够白虎堂的人 撕牙缝 我说能解决就能解决 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事成之后 让方飞的人生大事 让她自己解决 好 沈天 你去吧 我倒是要看看 你是不是在撒谎 沈天 我跟你一起去 方飞 妈叫你一个女儿 不许去 方飞 你们就在家中等我 给我半小时 我就会让白虎堂 双手奉上 你们叶家的原始 物归原主 沈天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放心 我看 他就是想借机逃跑嘛 这么快多 明爷 您这突然造访 小的还没来得及准备呢 我就是轮过来看看 或您的福明爷 白虎堂 一切安好 最近有什么新情况 我说说 好嘞 小的这就给您 会吧会吧 我将带你见的 可是白虎堂的副堂主 如果说圣龙殿是天 那这白虎堂就是地 只要和白虎堂 打上关系 别说容成兴成女后这次 除了圣龙殿 你谁都不用管 你放心 不管是白虎堂 还是圣龙殿 我一个不会放过 好样的善事 这圣龙殿和白虎堂 都是我们的副神 以后啊 你一定是新州的首富 哟 这不是那个赘婿 沈天 你怎么在这 往来找白虎堂堂主 谈点事情 笑死 你以为攀上叶方飞 这个关系就能一飞升天 还要找白虎堂堂主 谈点事情 你知道这种事 沈天 你不要再胡闹 我们今天也是来找白虎堂堂主 我知道 你一直在监视 直到山山静腰来这 刻意制造了一场偶遇 沈天 你不要再自作多惊 自从上次住资宴 你连和叶方飞一起羞辱者 不管你今天用什么样的发扬和手段 我们之间 已经绝无可理 徐珊珊 这话应该我送给你 算你这个追血 还有点 要再 我就让白虎堂的人帮你 拿出去 来 不能拧了这 狼哥 喝一点 喝一点 狼哥 这是许珊珊 荣城第一大美女 赶紧打招呼啊 走狼哥 狼哥 珊珊是吧 早就听说 你是这荣城第一大美女 今天一看 降品 几品 赵飞 这事办得不错 你们两个 给我滚 珊珊 来来来 来坐 快去啊 别害怕 别害怕 只要你干弄 以后你就是这 荣城的皇后 赵飞 珊珊 听到狼哥说 只要跟着狼哥 以后荣城你说了算 这可是千载难走的好机会啊 赵飞 狼哥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是来把我当他合作的 哎呀 你哥 你哥我呀 这类子 玩得太 不过像你这样的 高级董事长 还真是头一次 只要你跟了我 这白虎堂的生意还不是说他就谈呢 哈哈哈 男哥 男哥 你小子还不快管啊 你要在这看着我办事吗 我这就管 嬷露 你别走 嬷 化妷 蝗 啊 山山山山 你没事吧 你谢谢你 我走了 他打了白狼 你是谁 你敢打我 今天就让你下地狱 这都是沈天的圈套 他打了白狼哥 想个家伙给我吧 白狼哥 不关我们的事 我不认识这个沈天 要是今天我们来 你知道你的后果是什么 你知道打了白狼哥 你什么后果吗 沈天 还不快向白狼哥道歉 不然今天我们谁都责不了 就 看来我还想跑 狼哥 是谁打了你 是他 沈天 是他 刚才真的是你救龙 可是在我清醒的记忆里 你不是已经走了吗 当然是我 我怎么可能让别人侮辱你啊 你清醒的时候呢 是缓兵之间 我特意在狼哥酒里下了药 你一晕 他也晕了 可谁知道这个时候 突然冲出了一个沈天 又把他打醒呢 这个害群之马 又破坏了我的计划 我们就在这等着 看他没打到什么呀 竟敢打我们狼哥 我看你是活腻了 行吗 还让他大气八快 再车 这不是买我的当主火锅吗 这下他查证了吗 他这叫多情不义 必自弊 当主 是来砸场子的 还是要踏平白骨堂 原来你就是白骨堂糖骨 小伙子 倒有点本事 想来我白骨堂闹事 不可能 看来你还没学会做什么话 好 那我倒是要看看 是你嘴巴硬 还是我白骨堂的斩头影 我今天来不是跟你拼拳脚 我是来通知你们的 马上归还叶家的原矿石 原来是叶大全那个杂重 来叫你过来的 看来叶家 他真是不知死活呀 我再说一遍 马上归还叶家的原矿石 我也可以再告诉你一遍 听好了 在我白骨堂这里 是龙 你得给我攒着 是虎 你得给我握着 你打仗了我这么多宗帝 我要让你双倍奉还 唐总 一刀一刀 我管了他 好 看来你白骨堂精神 也是走得近了 口气都不小啊 但我今天 就要让你知道知道 我这白骨堂的名号 你怎么来的 我要先杀了你 但灭了叶家 你要灭了谁 明爷 明爷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不在上面 好好休息休息 这里又脏又乱 省得污了你的眼啊 给我跪下 都朝沈先生跪 都听好了 马上归还叶家的原矿石 然后向叶家 付经请坐 听到了 还关照叶先生的意思吧 是 社就办 社就办 明爷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沈先生放心 一切按照计划 迅速推进 今天我还有别的事 这帮杂碎 就交给你们处理 沈先生慢走 还在这 沈天 你怎么活着出来了 你是怎么出来的 让你们两个失望了 可以自己进去 哎 嗯 完了 看小天得意的样子 一定是蒙蔽了白虎桃桃 看来 连白虎桃桃桃主都被他收买 那我们就不能再找白虎桃桃主 眼下的希望就只有盛龙殿店主 你别急 我爸说了 一旦跌走 在天学宫 祖定 走吧 爸 奶奶 你们不会真的相信坠旭说的话吧 这马上就要半个小时了 这人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我们还在这里傻傻斗 就算那个坠旭真的去了白虎桃 也不可能活着回来 我看咱们还是另想办法吧 把所有希望放在一个坠旭身上 这实在太可怕了 沈天 你没事吧 没事 一个女孩子家家 一点矜持都没有 你竟然还能回来 我看你压根就没有去白虎桃桃 你是不是就是随便出去晃了一圈 然后回来骗我 沈天 这玩笑你开得起吗 就是 我看你呀 是在外面转了一圈 就假装去了白虎桃 没错 如果他真去白虎桃了 白虎桃的人肯定把它剁成肉饼 可你们看看 浑身上下 连个头发丝都没落 沈天 你太图分了 我们叶家现在正大眼灯口 你这样耍我们有意思吗 够了 你们一个个的话怎么这么多呀 你们能不能让沈天先说一句话 沈天 你和白虎桃聊得怎么样 没事了 我已经完成了答应你们叶家的事情 白虎桃会把你们叶家的原始悉数归还 并且会登门赴京请罪 你们听听听听 还父亲请罪 你以为是在演电影吗 白虎堂堂蠢 你要真有那能的 能是一个被扫地出门的蜂蜴吗 我看就是他说谎太多 许家人受不了 才把他扫地出门的 叶芳妃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跟任天这个骗子不期不出 妈就死在你面前 妈 你为什么要这样逼我呀 我们也是为了你好 难道你要逼死你爸吗 你们是为了家族利益好 叶芳妃 别跟他们争辩了 事实会证明一切 你这个死罪戏 我们家的一切都是因你而起 你就是个灾心 你知道吗 现在马上 丢滚出叶家 对呀 滚哪 快滚快滚 白虎堂堂堂主到 叶老 我是白虎堂的小白虎 是属下的原因抢了您的货 这是赔偿给您的原货 还有十倍的赔偿 这是 这是原况 还有十倍的赔偿支票 请您原谅 请您喊 妈 这是真的 对了 请您打我 打到您满意为止 堂主 你先起来吧 这里边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没有误会 是我们白虎堂有错在先 以后白虎堂 以你们叶家为主 你们叶家人说东 我们白虎堂 绝对不会说戏 白堂主 您别跟我们叶家开玩笑了 您只要能够 把原况 支还给我们就行了 这赔偿 就不用了 我说叶家主 怎么这个时候还客气上 把白虎堂 耽误了你工厂的开工进步 给点赔偿是应该的 你说是吧 小白虎 是 沈先生说的事 确实是这样 那叶老 我有事就先走了 你们慢聊 以后有什么事 请吩咐我小白虎 小白虎 这是白虎堂的堂主 是他 我之前在白真汉 也有见过 那我微信了呀 那现在 小白虎 现在 你们可以相信 沈天说的话了 你们现在 可以认可沈天 是叶家的女居了吧 认可什么 爸 你怎么出尔反尔呢 刚才白虎堂堂主 来这么一出啊 我一下被吓蒙了 但我刚才又反应过来了 这一定是妈和 圣龙殿的内存关系 被他发现了 这这这 怎么又成了 我们的关系了 白虎堂是多大的事 一定是刚才 苍龙战神 从我们家离开的时候 被白虎堂的人发现了 然后报告给了 白虎堂堂主 对对对 一定是这么回事 这个白堂主 一定是看到 苍龙战神 亲自来拜访我们叶家 那他还敢偷 我们叶家的矿石吗 自然是屁吊吊的 尚赶子来判 我们叶家的关系呀 沈天 你这个骗子 这明明是我妈的关系 我们一群人 差点又被你忽悠了 那这么说 沈天就是莫名其妙地 出去转了一圈 然后回来又枪奶奶的光 你们真的是 太无耻了 你将什么将啊 你再将也改变不了 这个事实呀 宝贝 你别激动 跟他们争论再多 也没有用 我告诉你 今天我答应你们的事情 已经做了 你叶家也已经 没有什么困难了 我今天还有事 先走了 哎 沈天 哎 沈天 你看你骗不了我 这前脚把我们家 搅到饭店地府 后脚就想带着方飞 立马跑路是不是 对 笑走 也可以 但必须得搜她的身 对 就是 你散犯五次地来我们家 肯定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说不定 咱们家已经被她 偷了不少东西了 你们太过分了 我要 我要跟你们叶家 断绝关系 青城张家 张少道 这一定是张少 给咱们送 圣楼燕的邀请函来 哎 了解真是命好 确然一直填够 低嘴 矜持点 张家再怎么说 也是新城第二的家族 张西筹 拜过叶宗 两位士伯婶婶 还有两位妹妹 方飞 好久不见 哎 张少 那个 你别管你废话 那个 张少 圣楼燕邀请函的事 啊 这就是圣楼燕的 白金邀请函 只有贵宾才有这样的卡 能够近距离地欣赏 圣楼殿店店主的风资 白金之尊邀请函 太好了 这邀请函是假的 沈天 你又在这胡说什么 这可是张少 亲自送来的邀请函 还会有假不同 我看你啊 就是这度叶家 能参加圣楼殿的 张龙宴 像你这种废话 一辈子也参加不上 任天 你赶紧走吧 我们也不搜你的身了 别再得罪我们张少了 你别待在这儿了 你再这么待下去 我们叶家的人脉 都给你得罪完了 我妈不但与 苍龙战神骄傲 如今更有了 白金之尊邀请函 所以 我们叶家未来的女婿 只能是圣楼殿店主 啊 哎 张少 那个 我爸是说是叶家的女婿 但是 女婿又不止一个 说不定我说的是 做我唐妹的 丈夫 对吧 对 谁说我的丈夫 不能是圣楼殿店主啊 方飞啊 为了这张帖子 我可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啊 不会想到那名女叶家 我一个好前程 做多少我也愿意 我们叶家的前程 就不劳于飞行 谁跳我们走 别耽误叶家 去报圣楼殿店主的大头 来人 把叶方飞给我关进屋里 在我去参加圣龙宴之前 你哪儿都不许去 我刚才都已经说了 这邀请函是假的 拿着这个 你们连圣龙店的本都进不去 沈田 不要以为你狠闹打 就能在我们叶家大航去 看到我们叶家的神迷了吗 就连那个白虎 藏的小白虎 也得跟我奶奶跪下道歉 林月 马上赶来叶家 再带武章 黑金至尊邀请函 武章黑金至尊邀请函 沈田 你怎么这么能出意你 你知道 这黑金至尊邀请函 可是个程最低 都得是家主级别 才能拿得到 仅凭你一个电话 张口却要五张 没想到 连摩基那儿 这真迷都打起来 林月是你叫的吗 沈田 我们全家还准备面见 圣龙殿店主的相关事 你能不能别在这瞎搅了 算我们求求你了 这些我们一定要把握 和圣龙殿店主交好的机会 你这个对戏 能不能别在这捣乱 我算是看明白 这废物 是想赖在我们叶家额钱吧 说吧 你要多少钱才能走 只要你能马上滚蛋 你随便开个价 我叶家 都认 如果你们真的还想去 这个圣龙殿的话 最好把这些话收回去 否则 就只能被这个张绍耍得团团转 沈田 我张细生不给你点颜色强强 你是不知道我形成张家是什么人 我管你 你这种人在我面前 不过就是蜂蜂 不知音乐 来人 人家给我抓下去 给我随备狗 张绍 你也保护这个废物 还是说你们叶家就是一伙的 来一起骗我呀 不是张绍 你误会了 是他太能打了 你那几个虾兵蟹枪 就不要出来丢人了 我看 你们叶家和气回来戏耍我 我张家 虽然屈具你们叶家 但也位置形成第二 张张四代单 连真心的诗鬼都是天文贵的诗物 魏楼 大蛇 上 老子好久没有喝人血了 这个废物的皮线还不错 正好老娘的人皮骨上 还差一张上好的人皮 杀了他 我再奖励你们十张人皮 人血 告诉你 没想到张绍身边的诗美 是如此的强悍啊 天哪 真是开了眼了 喝人血 包人皮 想想都觉得死 呜 呜 呜 吴左飞为者 死 林大人 你来得真快 林大人 这就是传说中 圣龙殿殿前护法 魔旗 领月他 我叶家真的是要一飞冲天了 一天之内 竟然有圣龙殿的两位少多人 到我们叶家 妈 你究竟 他有多少惊喜要给我们呀 圣奶奶 你这实力隐藏得也太深了 都闭嘴 我来 是有正事要办 林大人 那个邀请函我们收到了 我们一定会准时参加的 嗯 你不知道伪造圣龙殿的邀请函 是死罪吗 啊 这是假的 这是承受给我们的 这是赵西承给我们的邀请函 这我们叶家没有半点关系啊 赵上 你为什么要害我们呢 林大人 这肯定有误会的 你这邀请函 是我在黑石化高价权买的呀 这个骗子 你不是说你就是圣龙殿三星战神吗 苏能搞来这些邀请函 你要害死我们呀你啊 圣龙殿内 三星战神多如牛毛 就算你的舅舅 他是圣龙殿的三星战神 他有什么资格 能拿到圣龙燕的邀请函 我 我错了 确实我觉得 根本不是什么圣龙殿的三星战神 是我骗他们的 那圣龙殿 根本没有认识什么人 你的狗命暂时给你留着 再有妄忠 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谢谢 谢谢刘大人 这是武章黑金至尊邀请函 希望你们叶甲 能够好自为之 谢谢 谢谢大人 这真邀请函 可真的不一样 妈 高端大姐 上档次 但是 这只有五张卡 咱们怎么分呢 我必须去 我可猜好 我也要去 我是叶家副总 必须得去 我是叶家家主 当然少不了我 你们别争了 你们先谢谢沈天吧 不必了 这五张邀请函 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 我所言非虚 如果你们叶家人 真的想去圣龙殿 没问题 后天尽管到现场 你们全部都能进 你是谁啊你 听什么你说能进 就能进 等你们到了圣龙殿 自然就知道了 我今天还有事 先走 哎 沈天 跟你一起走 你哪儿也不能去 好女儿 你赶紧想想圣龙殿上 怎么赢得 圣龙殿店主的欢心吧 对呀 那天估计有很多 名门千金都会参加 你也不好好准备 怎么赢得 圣龙殿主的青睐啊 那是你们的事 我的丈夫 只能是沈天 黄飞 你就先听家里人的话吧 等到了圣龙殿上 我给你个惊喜 我 放心 沈天 张西成 你还不走啊 还嫌不够丢人吗 对呀 你赶紧滚呢 滚吧你 这沈天的嘴 也太奇怪了 他怎么会知道 林大人会送来 五招要去喊 妈 这沈天 会不会和圣龙殿的人 有什么功当 听说现在局势不稳 我们龙国 潜伏济南了很多 突越国的奸细 难不成这个沈天 就是突越国的奸细 爸 你又在胡说什么呀 你又激动什么 我看大哥说的就挺对的 这个沈天 连灵月大人的行踪 都能查得这么清楚 他不是奸细是什么呀 到时候你见到 苍龙大人的时候 一定要在他面前 把那个沈天的 真实面目给揭露出来 千万不能让圣龙殿人 被他给蒙蔽了 那是自然 终于找到一个 灭尽苍龙大人时 可以摇攻拉关系的理由了 事情办得如何 请尊上放心 明日圣龙宴 一切都准备妥当 只待请君入望 关门打狗了 谁势必将突越奸细 斩草出根 一网打尽 这一次 定让新州大陆都知道 尊上虽然一直在隐居 但却明察秋毫 只要尊上已出现 那新州 就改天换地了 好 事情都办得不错 你们辛苦了 起来吧 是 圣龙殿殿主 我是荣宠许家许山上 他们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尊上 属下是指 我这就去让他们滚蛋 不必 都退下吧 不必 都退下吧 是 圣龙殿殿主 您在里面吗 我和我母亲特别崇拜您 有件礼物想送给您 殿主啊 我们家珊珊 一直都很想见您 这次听说您来了荣城 特别激动 马上就来见您了 您能让我们进去吗 所为何事啊 殿主 您在里面啊 太好了 我们准备了个礼物给您 想当面送给您 不必了 我很忙 您有事说事 没事的话 就别在门口倒流了 是这样的 我们许家是荣城的一个小家族 这么多年发展 却处处受制于人 长话短说吧 我只能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如果我们许家能够得到圣龙殿主的青睐 成为荣城的四大家族之一 我许珊珊日后 一定为您做牛做马 随叫随到 在所不辞 许珊珊 如果你知道 明天的圣龙殿上的殿主是我 你将怎样 好 我答应你 殿主刚说他同意了 是啊 珊珊 你太有魅力了 一定是殿主在暗中观察你 对你很满意 随你说什么 马上就同意了 看来这殿主夫人 非我莫属了 我们珊珊 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当凤凰了 一飞冲天了 到时候 我要连本带利地 找那个沈天和叶芳妃算账 让他们跪下来求我 叶芳妃 你怎么来这儿了 怎么 这天雀宫是你家的 叶芳妃怎么你家来了 你还一副牛气冲冲的样子 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我们知道你们叶家 是星城第一世家 你们再大 能大得过圣龙殿店主吗 这儿可是圣龙殿 店主住的地方 珊珊是店主夫人 哦 知道怕了 得罪了我 就是得罪了店主 如果你现在 能跪下来求珊珊 我们倒是可以考虑 剩你死的体面点 你口气还真大 不知道的 以为你们成了店主 我今儿来 不是同你们斗嘴的 我来找店主有急事 让开 你能有什么急事 该不会是来找店主求情的吧 还是想来勾引店人吧 我警告你啊 叶芳妃 店主是山山的男人 你要是敢打店主的主意 我跟你拼命 无言会人 该打 还有你这个老东西 我警告你 我看在你年纪大的份上 我先饶你一命 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托付 跟那个沈天一模一样 外面怎么这么丑 你敢打我 知道我是谁的女人吗 谁怕谁啊 叶芳 冷静点 里面店主还看着呢 可别破坏自己形象 店主 门口来了个泼妇 怕饶您清静 正赶她走呢 您是上龙殿店主吗 我是 相成第一家族叶家 叶芳妃 拜见店主 还新城第一世家 拜见店主两手空空 连见面礼都不得 你有何事 请讲 明天就是圣龙宴了 叶家很荣幸 受邀参加宴会 家主一心想把我 嫁给店主 我今日提前来 就是想向店主说明 我早已心有所属 非他不降 还望店主能够成全 不要答应 家人的无理要求 好 我答应你 算你有点自知之谜 知道自己配不上店主 害怕店主当众拒绝 先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真是话舍天足 店主也不会选你的 店主心里只有珊珊 那我就在此恭喜二位了 谢谢店主成全 我就先不打扰店主了 先行告退 我们也赶紧跟上 要是万一 这个叶芳妃耍什么花样 杀个回马枪 再单独跟店主见面呢 这个女人太有心情 店主 那珊珊也就先走了 礼物我就给你发门口了 珊珊 你有没有感觉 刚才店主的声音 和那个沈天有点像 我也跟 像谁不好 像他 看吧 这个狐狸鹰 肯定会搬回去找店主了 他肯定是要勾引店主 我们不能让他得逞 沈天 你怎么在这儿 我就随便转转 咱俩真有缘 随便转转都能碰到一起 沈天 你怎么在这儿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 你知道你刚刚 手上拿的是什么吗 这可是我给 圣龙店店主的礼物 怎么在你这儿 小偷 他就是个小偷 连给圣龙店店主的礼物 都敢偷 刚才就在门口捡的 我还以为是谁不要的垃圾 你可真会捡 店主门口捡 你怎么不去店主家里捡呢 明明就是偷 无垂的小偷 你要再敢污蔑沈天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叶芳妃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折回来又是干什么 当面一套废面一套 做得全世界见不得人的勾当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我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正好沈天也在这儿 我倒是要让他看看 他找了个什么样的女人 我不知道你这个废物 是怎么到着天雀宫的 但是叶芳妃的目的 很明确 就是爬上店主的床 看来刚刚那巴掌 说打得太轻了 沈天 你看看你找的这个女人 到处给你戴绿帽子 你的头上啊 已经是绿油油的大草原了 你 我看这样吧 许善善 刚才我告诉你的 对你许家的全部扶持 现在都取消 这是你们口无遮拦的代理 还全部取消 你以为你是谁啊 站在这天雀宫公门口 就以为你是圣龙店店主了 还少有其事地说取消 我看她就是 偷听了你和店主的对话 听了也没关系 她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 许珊珊一飞冲天 望尘莫及 你现在总算认清现实了吧 珊珊是店主的女人 你连店主的一个脚趾 她都不如 你们还在这干什么 难道要我请店主出来 赶你们走吗 方佩 刚才是不是一直在这个 我刚找半天没找到 一唱一歌的可真能演 找到了不赶紧滚 沈天说的没错 下床不可语弊 我不想再婚你一个字 沈天 我们走吧 妈 我决定在圣龙宴开始之前 就在这守着 不能让那个沈天和叶芳妃得逞 是啊 刚刚好险呢 要不是我们在这里 真不知道那个叶芳妃和沈天 到底要搞出什么事情来 圣龙店店主 只能是我谁来讲 我就跟他拼命 沈天 你是住在这吗 你先回家吧 所有事情 明天都会有结果 你那天在家里说 要给我惊喜的 别忘了 必须的 来 送叶小姐回家 谢谢 拜拜 哎 那个 咱们只有五张至尊黑心往下 但是咱们不止五个人 是 不会得给咱们赶出来 反正来都来了 如果只能进五个 就五个吧 哎呦 这不是堂堂星成第一家族 叶家吗 怎么不进去呀 啊 你是谁啊你 说话这么刻薄 我们进不进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们叶家高高在上 不认识人很正常 但今天 你们最好都能进去 不然 可怎么把我受到的屈辱 加倍还回来 你们好像 只有五张要求 可你们却有八个人 难道你们叶家 有野生术吗 我们叶家如何进去 不劳你们操心 上一边去 我想起来 你不就是星成 那个雪山沙吗 我们叶家天圣财团 不是刚给你们光远集团 注资三百亿吗 这有这么无耻的人呀 前脚刚给钱 爆脚就翻脸 三百亿很多吗 我现在可是圣龙殿下 我现在可是圣龙殿下的女人 曾经你们有机会 可以给我三百亿 那是你们的荣幸 圣龙殿殿主的女人 你是没睡醒 还是没拿镜子 好好照着你自己啊 就是 圣龙殿殿主的女人 只能是出自我们叶家 你许家和许珊珊 算个什么东西啊 先让你们在这儿蹦跆一下吧 一会儿 就让你们叶氏集团 跪下来求我 不用理他们 你先拿到这里的邀请函 到时候拦我们 再想办法了 这是专门发给星成 叶家的黑金邀请函 叶家人可以借 妈 我就说沈天说的没错吧 别什么好事都往他脸上 要不是沈天 这种许家墨流小家族 都能往咱们脸上踩一下啊 珊珊 你把说的事 记住你今天的重要任务 就是必须得到圣龙殿主的青睐 这是我们雪家的最后机会 别再提什么沈天了 免得得罪了殿主 懂吗 龙国首富方家主 为圣龙殿献上玉石莲花一座 搬铃翠鸟珊瑚一颗 星成是董首富 为圣龙殿献上新周十二生销 兽手金像一套 星成是第一家族叶家主 为圣龙殿献上金吕华彩衣一套 这个礼物选得好 够分量 多亏了奶奶 我们才能进到圣龙殿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大人物 这些可是咱们叶家的压箱底 竟敢能入得了 苍龙大人的发言吧 今天来的名门小姐可不少 听说龙国的新手 不光觉小姐也来了 表姐 你可要加油啊 今天无论谁来到圣龙殿 殿主夫人的位置 只能是我们家方飞 没有我 这圣龙殿你们今天开不了 沈天 沈天 你还真敢来这圣龙殿啊 黄家主 就是这个沈天和叶芳妃 两人联合起来 搞垮了我们两家 今天星龙两城的家主都在此 我们两家的仇 今日一并清算 好大的口气 还没你这圣龙殿开不了了 芳妃 你快点过来 殿主一会就来了 要是看到你跟这个坠绪 纠缠不清的话 可别怪殿主生气 你们不要飞行 我已经去天雀宫找过殿主 跟他说明了情况 我跟殿主是不可能的 你 你要气死我 黄妃 你太任性 叶家主 不是我说你的 你们叶家都快被令员摆空了 没错 随手就是两千个小目标 就算是叶家底子在后 也听不起这么折腾啊 叶老夫人 听我一句劝 贯子如沙子 自然你们叶家 是星辰第一大家族 叶方妃小姐是星辰第一大小姐 可是你们却利用手中的权势 连灭荣城赵皇两家 这似乎不大 非但如此 他们还联合那个沈天 蒙蔽了圣龙殿的灵大人 董家主 王家主 还有黄家主 我想啊 这里怕是有些误会 商战上的事情自然有商场原则 在此老身就不多言 但是你们说我们联合沈天 蒙蔽圣龙殿的灵大人 那是万万不敢的 没错 帽子可不要乱扣 蒙蔽圣龙殿 那可是要杀头的死罪 如果不是你们 就凭沈天这个坠绪的身份 怎么可能进入这么高端的场合 他有什么手法 跟我叶家有什么关系 总之 沈天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还没关系 把我们大家都当成傻子吗 我许珊珊一进来 看把你们叶家大小姐 激动成什么样子 最近你们叶家确实太过高调 金融两成都在传 就连龙国首富 齐家覆灭 也是你们叶家所为 这都是你讹传讹 我们和齐家一向交好 差点就联姻 齐家的覆灭 和我们没有半点关系 奶奶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你为什么这么低调呀 你明明就认识 大人在说话 哪有你插嘴的份 你是怕你这小子女 说漏了什么吧 她认识 我看她就是在包庇沈天 你们一江人啊 可真是虚拟 嘴上说这和沈天 没有任何关系 却做的都是包庇 沈天 马上滚出这个宴会厅 对对对 你马上赶紧走 你不知道现在所有的争执 都是因为你啊 如果你不出去 今天这个圣龙宴 是举行不了了 圣龙宴马上就要开始了 如果让圣龙殿的人知道 宴会上混进了 不三不四的人 这殿主一怒之下 可能就停止出席了 一群目不失丁的东西 你们不想我出现在这 是怕我识破你们什么阴谋 还敢在这狡辩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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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上来 那里可是我店店主的位置 成可提到 叶大全 这难道就是你叶家的好女婿吗 龙家主 你不要误会 我以人格担保 这个沈天跟我们叶家 半分钱关系都没有 这叫没有关系 我看这些礼物 都是你们这帮人送的 放肆 你要干什么 没什么 这礼物看着倒是品有品味的 就是送的人了 放肆 这个罪恤居居然敢对我们平头论座 我们在座的哪一位 年死也都如同年死一只楼椅一样 你能给我们自造家族提鞋都不配 都说不易 你正昂真狂猛地找人付出险的代价 我切得环口小爱 不教训她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这战士团 出来 放肥 你快得过来呀 妈叫你一个女儿 放心吧 叶阿姨 他们根本进不了我的身 别吹了 一个狂话战士就能够让你粉身碎骨 现在是一个战士团 你不要命没事 不要连累我女儿 叶宝费 赶紧给我滚下来 我不 你们想做一对亡命鸳鸯 就让你们做好了 不假裳的 不要管东管西的 孩子们会烦的 我爸说的有道理 怕了吗 有你在 从未怕 见 如此闹铃 我老孩子的清醒我 死就让他死 这叶家没这个女儿 太吓人了 这是什么神兽啊 这对摩西林的二人的神兽 我还要聊到呀 就像以前咱们家那样 眼前一阵风 搜不下的 全部人都倒下了 你 又就是什么人 这么好的身上 居然能够 连着我十名狂话战士 你肯定是突厥的奸细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圣龙殿的三位战神大人 没有人能杀死他们 那你也太高看 这群魔话战士 他们在我眼里 不过就是一帮统机娃狗 你竟了个 诬蔑我的狂话战士 待圣龙殿的三位战神大人到此 看他们怎么弄死你 圣龙殿护法 魔机灵月大人 灵月战神 苍龙战神高 圣龙殿护法 魔机灵月大人 灵月战神 苍龙战神高 三位大人 你们终于来了 这灵魏防卧之徒 冒出圣龙殿殿主大闹会产 不仅如此 他还打伤了我们的人 还请三位大人为我们做主 我终于等来了 苍龙和灵月两位大人 我马上要立功了 禀报三位大人 楼山有一个重要事情要禀告 说 我发现了一个突越国的奸细 他不仅潜伏在圣龙殿里 而且 对圣龙殿的一切 都了如指掌 是谁啊 是他 蓝蓝 那胡说什么呢 你有什么证据 丁大人和苍龙大人有所不知 令大人给我们送来 五张黑金邀请函的时候 沈天已经知道 您要送来的是五张 这还不够生心吗 我们是深入情绪的守龙殿 怎么会连灵大人的行踪 都知道得这么清楚 愚昧 不知 因为是我下的命令 我自然知道 不到黄河不死心吗 你没看到 令大人都发怒了吗 沈天 你还在假装自己 是寿龙殿殿主吗 光看你下辈子 都没当殿主的命 许珊珊 殿主对你速来不迫 可你却一再辜负殿主 太让人失望了 令大人 这是不是有误会啊 我虽然是这个坠绪的前妻 但是我们已经 早就划清界限 我跟他已经断得干干净净 对殿主是一心一意 绝无二心的 我可以为珊珊作证 他昨天不仅去给殿主 送了定情理 而且还在殿主家门口 售了一千一夜 刚刚才到 为的就是怕 有人去打扰殿主啊 他 就是圣龙殿殿主 什么 什么 怎么可能 绝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殿主 你不会被这个 叫沈天的人给欺骗了吧 他就是个奸细 董家主 你才是奸细吧 秦大人 我董家势在重量 等龙国更是忠心耿耿 就算全世界都背叛龙国 但绝不可能是我董家 那你看看这是什么 这怎么可能 是谁在陷害我 我们家主 说我们是突厌的奸细 这么多的证据和事实 摆在面前 还有什么好狡辩 那些所谓的狂话战士 难道不是你从你们突厌国 偷偷潜伏进来的吗 你究竟是谁 我再说一遍 我是圣龙殿殿主 不可能 你不可能是 你当然觉得不可能 因为你觉得 圣龙殿殿主 就被你收满了 是吗 难道和我一直联络的圣龙殿殿主是假的 你还算有点脑子呀 我告诉你 打你进入我大龙国第一天 我就已经在布局了 直到前几天的注资业 我才开始正式收我 你骗我这么久 不这样骗你们 怎么把你们连地拔起 一网打尽 我还有一万名狂欢战士 你想多了 他们已经成为了我们十万死士的刀下王魂 都家主 我们难道就这么完了吗 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只要听你的话 不灭龙国 只可待吗 殿主 饶命啊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奸戏 打死我们 我也不跟他们干哪 我也是 饶命啊 我是跟这两个奸戏给骗的 你居然敢放毒 你以为我们突越国没有准备吗 这次不毒化尸 本之必命 你们在场所有的人 一个也别想跑 水天 救救我们 沈天 你一定有办法的 沈天 就算你是圣龙的殿主那又如何 到最后 你还不是要跪下来求我 你放心 我很快解决他们 死到临头 还逞能 我看你能救谁 天急 是我突越国十级战士 打兵心中无敌手 你死定了 手下败将而已 还敢来挑衅 十级战士 等威力 简直是何弹级啊 爸 我不想死在这里啊 我也不想啊 您话 沈天一定有办法的 沈天 我今天先灭了你 在踏平你龙国 年绝夺命长 天急 你起来啊 你可是我突越国最强战士的 董家主 我现在命令你交出解药 如果你交出来 我只让你一个人死 如果你不交 我令你董家上下老小 借死 休闲 我 我要解药 不要 怎么样 沈天 我就说你是 圣绒练店主吧 爸 妈 奶奶 你们还反对沈天吗 不反对了 沈天 我才是你的妻子 你算哪个从了你 你不过是他一个 不要的前妻罢了 沈天 你今天不和我复婚 我就去死 那你就去死好了 林月 把这里收拾干净 再把无关的人也都惊出去 惊出去干什么 既然今天人也到得这么急 不如咱们订个婚 订婚干嘛 择日不如壮日 直接结婚都好 不如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